歡迎收看 各位觀眾 林雨現在在哪裡呢 看到我旁邊就是一個 超級大明星熊讚 熊讚現在正在努力挑戰 搖元宵 而且你看 他這個耳朵慕名的 等一下林雨獨家的 就要來跟他一起來搖元宵囉 而且還有我們的師傅 要來教我們 就是我們的美女主角 原來就是我 小... 他也要跟我們熊讚 熊讚今天特別搖 因為你看熊讚今天 不但是戴上了 我們象徵台北燈會這樣子的 燈飾LED燈換上了新裝 他也全副武裝要來搖元宵 剛剛師傅有跟他搖了一下 有沒有覺得 我們熊讚搖得怎麼樣呢 還不錯 師傅 師傅真的是客套話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現在就要挑戰 跟熊讚一起來搖元宵了 對不對 我們來搖元宵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來幫你拿一下 好 好 這往前推嗎 對 往前推 拉 推 讓它滾動 讓它滾動 其實這個元宵 就是裡面是濕的線耀 然後上面就是裹著 這個糯米的粉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看熊讚今天很有力喔 熊讚快暈了 熊讚快暈了 師傅 我們這樣可以了嗎 可以 好 熊讚真的太棒了 而且其實熊讚 除了跟我今天 來第一次接觸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幸運的粉絲 就可以來跟熊讚一起來玩對不對 弟弟 加油 弟弟 加油 來 加油 其實這個元宵啊 一定要往內來滾 這樣才叫做 把金銀財寶滾到裡面喔 所以其實我們的熊讚 一開始這樣直直地搖 有被師傅糾正了一下 那其實熊讚真的是很親民 這一次呢 在台北燈會 他除了這個五點半的第一場 要來跟大家搖元宵 跟粉絲近距離的接觸之外 稍後他也會觸摸在台北燈區的各大角落喔 尤其是在七點半的時候 也會在中山堂 所以我們熊讚今天真的是 卯足全力 而且還有夜光的設備 哇 熊讚這個空窑 熊讚的空窑要變成台北空窑網喔 在我們三立新聞的鏡頭前面 獨家的變得這麼的瘋狂 金銀財寶 金銀財寶 熊讚今年啊 終於是有一個正職 過去有一個失業的陰霾 所以他現在特別的努力 對 非常賣力… 而且他完全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代表 因為他散財嘛 把元宵滾出去給大家嘛 散財通知對不對 我們弟弟也快要搖到一個不知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那個 許師傅說啊 撈起來再過水再一次對不對 對 要拋起來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拋 要… 好 那其實喔 我們看到了熊讚今天真的是 卯足了全力 一直搖 一直搖 他今天也會在台北登區 跟大家來見面 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市民 都能夠來見我們的 超人氣偶像熊讚喔 以上就是最新的狀況 把鏡頭還給棚內